子澹 我们先问一下你 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一个航空专家 你和我们谈一下这个气球 星期六美国已经击落了这个气球 但大家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质疑 首先是美国怎么知道它是一个间谍气球 因为中共说它是一个气象监测气球 为什么美国会咬定它一定是一个间谍气球 首先中国的所有空域是由中共军方管制的 它不像美国这边6000米以下 1万8千尺以下是开放的 只要不距离这个机场附近 民众都可以自己做航空器自己起飞 在中共如果谁要做一个航空器 要起飞像一个气球气庭 这是不可能的 你是违法直接可以抓你的 中国的民航所有的飞机 包括起飞都要报经军方批准 所有的雷达空域是监控的 你说这个跟军方没关系 没有人相信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呢 做这个把气象气球 就是把间谍气球 伪装成气象气球 这个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美国早在1956年就曾经用间谍气球 做成一个气象气球 放到苏联去 去拍它的这个关键敏感的地方 就美国人自己早就这么干过 自己早就这么干过 另外呢 这几年美国也在大力发展这个飞艇 间谍气球技术 这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 就前段时间还参加了一个军演 比方说美国有一个叫冷星的项目 叫Costar 它把气球就可以升入平流情 潜伏到这个敌方的背后 稳定在一个地方 不被发现 它上面加载有自助导航仪 还可以这个高保证传感器 加有AI系统 它可以作为一个雷达的转送站 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信号的收集站 既可以增查 还可以这个甚至可以具有攻击功能 所以执行多种任务 对对 所以就美国政府是很清楚 这个间谍气球是怎么操作 怎么干的 但是你刚刚说也提出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说他们对这个气球 全程都有监控 这是军方说的 但他又说隐蔽性很强 这里面有很多质疑 为什么你可以像美国 你可以监控导弹监控飞机 但是确实有人说 他这个监控气球很困难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现在为什么美国军方这么重视气球 去研究这方面的气球技术呢 因为中共这方面也在开发这方面的技术 气球呢 首先它是圆形的 就是它的雷达波的反射不那么强 很多飞机呢 它上面很多直角啊 盾角啊 这个而且还要喷射的高温气流 那么雷达增控的时候 增测的时候很容易增测到 它有很大的反射波 那么气球呢 它是一个圆形的 没有盾角 没有很大的盾角 甚至做一些特殊的设计 包括它表面可以涂一层这个吸收雷达波的材料 那么就更加的反射少 另外它一个速度很慢 再加上它高度高 甚至高于云层之上 那个雷达 很多雷达的技术像比较过时的 它会根据速度来检测这个物体 如果速度非常慢 它会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昆虫啊 苍蝇啊 飞鸟 这么慢的速度 按照这个我们现在的科技 研究的大的航空器 飞机都要飞得很快 才能保持在高空 那么就会把它忽略掉 所以它的隐蔽性是相当高的 对 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代表可能我们很多很多的观众 想问这个问题 从中国放一个气球飞到美国 要放 中间要飞多长时间 如果按季节 现在这个季节 就是作为气象观察来说 它有个高空激流 气球它本身 包括中共自己研究的 说是2017年 中共的东莞 北航研究院已经发展了一款无人飞艇 可以飞到两万米 甚至绕地球一周 就控制的状态再回来 就是搜集很多材料 那么这种技术 在利用高空激流 这在航空术语上有个高空激流 一般在冬季的时候 特定的季节都会出现 它就可以顺着 包括从日本那边 然后到阿拉斯加 再绕过加拿大 然后再到美国北方来 当年日本也放过气球炸弹 在炸美国本土 那么现在的气球技术 比过去的气球技术呢 又更高了 它加上了一些这个 什么太阳能电池板 加上微星的螺旋角 它可以调整角度 甚至可以控制高度 调整去 感知这个风向 大气数据 然后来控制气球的位置 美国去前几年 包括谷歌都实现了这个项目 把一个气球放上去 可以定点在这个15-12里范围之内 就定在那 持续观察一个特定的区域 又滞留时间非常长 你刚刚说到一个词啊 叫做平流层 对流层 我只知道下面有个对流层 空气会倒是对流 很大风 大风大雨的 过了这一层就叫平流层 是吧 所以这个气球是飞到 那个平流层里面去了 所以那个上面有风吗 一般在对流层呢 由于这个下面热 上面冷 它就会空气实现 这么一个对流 环境的对流 所有的天气 基本上像这个雷雨 暴风大风 都在这个对流层 现在民航机一般都要飞到 这个大概四万尺 一万米以上 这样就高于这个对流层 这样的天气就非常少 高在云层之上 就比较安全 那么高于这个之上呢 有一个平流层 在上面呢是上面温度高 下面温度低 那么气流它没有一个对流 基本上就平流的 它方向呢 就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再加上它加上GPS导航呢 气球呢 现在主要研究一个方向 就是要研究平流层气球 这样就比较容易控制 它的方向和位置 而且它高度也可以控制 它降低到一定高度 进入激流 就可以迅速到一个地方 然后再升上高度 进入平流层 那么就稳定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技术 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 靠盲测了推测了 是GPS可以遥控 加遥控 直接可以控制的 那你刚刚说那个平流层 这个激流层 这个平流层里面的 这个也是有风的 这个风速你刚刚说 最快的可以 也是很快的 这个速度也是很高的 对在高空激流 这个是航空术语了 基本上出现在对流层顶 在对流层的上层 就可以出现 就速度非常快 可以达到这个100到150麦了 非常快 比我们开车快多了 像这个从美国的东海岸 飞到西海岸 以前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现在到冬季 你要飞过去顶着风 要六个多小时才能达到 但是你从西海岸到东海岸 加顺风就很快 三个多小时 到四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从中国飞过来 如果一路顺风的话 正好那也是 每个小时150多 那也就两三天就飞过来了 根据风向它的变化 风速高的话 也就是你说的两三天 风速差不多的 遇上高空激流 一周左右稍微多一点 就可以从那边达到美国这边 对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 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问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 为什么不在西部 在太平洋那边 或者是在中部 就把它给打下来呢 你觉得是因为危险吗 还是什么样 军方发言人说 是说是掉下来怕砸伤人 当然这是表面上原因 也是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从技术上考虑 我觉得这个军方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研究措施 包括我现在都发现了监控他 飞了好多F22看他 他有什么反应 他怎么样逃跑 会不会有其他技术 他有没有跟这个中共内部有什么通信联络 他对方遥控 这方面的通信技术怎么样去截获他 如何应对 另外他的雷达 如果地面的雷达去扫射他 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我要观测他这个运动轨迹 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将来他一旦出现 我就可以拦截到他 不需要我每次出动F22对着绕 这我花多少钱呢 其实我说实话 我真的不相信说美国军方 监测不到这个气球 说美国就看到这个气球进了蒙大拿州才发现 被老百姓发现 还不是这个说实话我不太相信 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行动 李军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美国他从军方来看 他肯定28号他只要一进入美国利用 他肯定能发现 因为在这个间谍气球这方面 我可以说从技术上 美国他是鼻祖 对吧 他在技术上很先进 那么他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军方啊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他想观测一下 或者呢他也 因为从他来讲 我是技术老大 你能监测到什么 你能观测到什么 他很清楚 所以他可能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 这是一种心态 他觉得我比你厉害嘛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后面的发展就特别有意思 对 就这个事情发展到最后 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全美国的一个民情 民愤 对对对 人家说那三天 无论是左和右 无论是上和下的 这个美国人都在海上 休止你的当 休止你的当 要把他打下来 对不对 那么这种民情民愤 我开句玩笑话 只在以前中 只有一个历史中 跟他很类似 就是什么呢 就是珍珠港事件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老百姓也很愤怒 那么这次也非常愤怒 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发生 而且他发生这个时间点又非常的 就是让人不可思议 他正在美国跟中国有可能关系要缓和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布林肯去的时候 他至少会谈一些东西吧 因为习近平现在就想能够中美关系能缓和 就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 插了一把刀 对 一个气球把中美关系基本上打回冰点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偶然的吗 我倒从政治角度来分析 我倒觉得肯定不是偶然的 对对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